好像是很稀有對不對 以後這個就會變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即便你沒有學這個東西 它也會出現在你的生活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但是你有學這個東西 你會了解它的原理 說不定以後你有機會 可以客製化設計自己家庭所需要的這個部分 所以今年的課程 校長會陪各位一起來學 今天我要當學生 一起來學這個課程 那我們是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 教授的叫老師 校長 各位老師 同學大家午安 我們今天呢 就是會跟大家 介紹一些這樣的東西 這個物聯網 那你會發現說其實這些東西 事實上很多的觀念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就常常看到 包括了什麼 你看我們家裡面 也沒有很多有那個紅外線感應的 或者是像我們家 也有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飲水機啊 晚上的時候是要省電一點 它可以用那個光明電阻 光明電阻 欸燈光比較暗的時候 像我們一般燈光比較暗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把什麼 把那個省電 進入省電模式 所以其實這種東西 在我們生活裡面應用很多 包括像我們現在 包括大家的什麼 比如說你要 這個植物要浇花啊 欸你都是 你有沒有自己種過植物或種過蔬菜 你什麼時候 你是不是要去觀察一下 欸是不是 就是土壤比較乾了 我就要澆水了 那有沒有比較方便 比較自動的方法 有我們可以偵測什麼 土壤的濕度 或者我偵測溫度 然後呢 欸達到一定的條件 欸比較乾了 我就自動 澆水 好就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蠻多的 那我們等一下呢 會發這個一盒 這個 裡面呢 這個是 有一個套件 套件裡面呢 會有幾個東西 會有一個這個 我們這個 晶片的板子 這叫Smart 這個板子 那它上面呢 以前 你們有沒有自己玩過這種 電子的東西 比如說把你的那個 遙控器車啊 還是 玩具裡面的這種 晶片 電子 電路板把它拆下來過 不敢 太貴了 不敢太貴了 你可以拿那個 比較便宜的 玩看看齁 那像這個就是我們 今天主要跟大家 介紹這個Smart的板子 那另外呢 它呢 我們還會 帶大家玩幾個東西 比如說像這個 比較簡單的 這也有那個LED燈 有沒有發現現在路上 生活裡面 到處都有LED燈 有對不對 連紅綠燈都是LED的嘛 都改了齁 所以這個LED我們等一下 會先用它 來操控看看 你怎麼樣程式去控制它 那再來呢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重點在這裡 這個 知道這是什麼嗎 知道這是什麼嗎 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麵包板 麵包板 麵包板是這個 這個看不到 讓我廣播一下 那我廣播一下可以嗎 反正你們學校的廣播 剛好跟我們學校的是一樣的 這樣 這樣 這樣有看到嗎 這樣有看到齁 這樣有看到齁 這叫麵包板 剛剛給你看的是這個 這是什麼 也是LED Smart Smart 是這個 Smart Smart在這裡 有沒有 你家 好 那剛剛這個呢 其實就是我們 你們有沒有看過跑馬燈 校園外面不是有跑馬燈嗎 有沒有 那個LED燈在跑來跑去的啊 只是這是正方形的 這是正方形的 你們看到大部分都是長方形的 對不對 嘿 這個有64顆 所以等一下我們玩一下這個 你可以把你想要圖案就寫在上面 你可以打字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是圖片 也可以是圖片 所以 這個是我們還有一個 那今天 我還不確定時間夠不夠 如果夠的話 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也是生活裡面常常 會用到的 對 超音波 有沒有 你們家車子 逗退入圍 快要撞到就會給他 哈哈 因為偵測距離嘛 對不對 對啊 就是這個東西 那 我不確定這個會 今天能不能跟各位分享到 但是這兩個 就是 LED的這個 對 點舉證 點舉證 跟剛剛那個簡單的LED 我們都會用到 那另外呢 還裡面呢 還會有一些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常常看到這種線對不對 塗裝線 對 哎呦你怎麼知道塗裝線 因為我們在玩 哦 對對對 我都忘記了 你們已經有一定基礎了 對不對 嘿 只是這次玩的 跟你們以前玩的 一點點不一樣在哪裡 以前玩的那個叫 叫Arduino 這個是透過網頁的 對 我們叫做Webduino 嘿 透過網頁 所以我們今天介紹這些東西 都可以透過什麼 都可以透過網頁的方式來做操控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稍微簡單分享一下 我們待會呢 會 給各位看的東西 那麼我現在呢 就先把 請老師 對對對 請老師先幫我們把這個 總共有20盒 所以應該 應該夠我們現場 謝謝 謝謝